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土豆 本期视频我带来的是安博尼克加新出的这款RGNALO 这款掌机的风格和以往明显不同 之前的掌机像RG405M、RG353PS、RG503 都会有一些强化手感的设计 而这次RGNALO可以说是彻底牺牲的手感 将一台掌机的便携做到了极致 和自家的RG35XX一比 明显就不是拿来玩游戏的 因为属于是电子核桃 就是拿手上盘的 外观精致小巧 衣服、口袋、裤兜随便放 甚至可以挂上钥匙扣当装饰品 那么这么小的一款掌机 玩起来究竟怎么样呢? RGNALO有资、蓝、红三种配色 外型和RG35XX一样 依旧自尽了Gameboy 采用了铝合金机身 摸起来很有质感 73.8克的重量 单手拿着有点小层 金属机都这样 正面有一块1.54英寸的IPS全低盒屏幕 分辨率为240x240 亮度挺高 色彩稍微有点淡 下面有方向键功能键 双S键 都做得很迷离 方向键与外壳间留有很大的间隙 导致方向键很容易歪 搞不明白为啥要这样设计 导电胶手感比较转 按起来很舒适 可能缝隙比较大的原因 当然上下左右这四个方向的时候 如果不是垂直按 方向偏了那么一些 就会触发斜方向 右下角有一个喇叭口 但这只是装饰并没有开口 真正的喇叭口在下面 机器最小 但这喇叭口还挺大的 和奥迪长级的差不多 左边有一个挂绳口 包装里这次也附成了挂绳 这挂绳也是金属材质的 上面有两个尖键 才用到微动 按起来稍微要用点力 中间有一个Type-C接口 可以充电和传输文件 并且这一圈充电时会发光 左边什么都没有 右边有电源键和单TF卡槽 没有音量线 需要在系统里调节 也没有耳机接口 不过包装里有送转接头 背后有一组明文 表明充电功率是4W 居然不是5V1A 电手量为1050mAh 续航大概是两个半小时左右 这里的设计 纯粹是为了致敬Gameboy 我手汗比较多 导致是二中一机迷 拆开来看一下内部结构 这是电池桶 算是把整个后盖都塞满了 之前拿个RG上我叉叉的第一批机器 后盖就留了很多空间 这内部结构我也看不太懂 最大的这个应该就是处理器 这个是屏幕排线 这内部真的是一点空余都没有了 电池直接挨着处理器的 对发造有影响 不过这也没办法 就这么大块地儿 来对比一下大小 我靠 还没上我叉叉屏幕的 再来和手机对比一下 大概只有手机的四分之一 确实非常迷腻 开启看一下系统 首先是一个钟表界面 再按开时间才进入系统 漠然是类似于OD系统的前端 支持了PS1几下的目的器 然后还有媒体 就是放音乐和看视频 可以当MP3用 也是设计器的一个卖点 来听一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能做的就是设置主题壁子这些 确实非常紧接易用 前面我不是说了这是Lane OD系统吗 它的系统和Q36mm是完全通用的 你可以把RG Lalo理解为Q36mm的速板机 再加上那个Funky的掌机 正好横板速板翻盖三幻神凑齐了 系统的问题还是和之前的Q36mm一样啊 没有经手时加速设计 模拟器功能有些少 主题倒是很多 区别就是封面大小问题 有的主题一页就一个游戏 封面清楚 有的一页几个游戏 但是封面模糊 并且基本就前几十个游戏有封面 它和Q36mm的区别就是 官方做了个玩家熟悉容易上手的前端 以及钟表界面 但模拟器内核又没有变动 像GBA调增这些问题依旧存在 说起GBA 看看这画面 刚好一倍点对点 我靠 好小 我知道 玩这类掌机的人 年龄都比较大 这画面眼睛根本停不住 这屏幕最适合玩的模拟器 就GBA和GBC 也恰好对应了它的造型 因为GBA它屏幕本来也小 所以游戏内的字体设计的比较大 看上还行 像FC SFC的话 左右可以找八个像素点来点对点显示 画面就很精致 PS1 MD这些 分辨率就差太多了 简直就是找对手 还有SFC和PS1模的一些比较吃性能 会导致机身发热 这玩意又是金属外壳 感觉就非常明显 冬天完全可以当暖手宝 这机器拿来玩玩GBA就够了 单手玩宝孔帽或者其他文字的游戏也还不错 摸鱼神奇的属于是 先体验不好就买个RG35XX RG353位呗 这玩意就是拿手上来盘的 这次的首发价格是369 肯定会有人说 啊 这玩意99还可以考虑一下 369 抢劫吧你 哎呀 如果你和同类型的掌机对比就会发现 其实369还挺娘亲的 咱们今天就来捋一捋 首先就是这个牙膏口 这机器有好几年了 因为是手工机数量不多的原因 看看闲鱼上 卧槽 这些人是真一麻人潮 都盘好几年了 卖八九百多算便宜的 挂两千多的都有 这玩意还有金属外壳的版本 光盒子都要四百多 人机价格也基本一千 真买不起 而且这机器屏幕好像不是全力盒的 我没有用过 就不说和RG拉罗比 谁好谁坏了 然后就是翻机子翻盖赏机 好像屏幕也没有全力盒 淘宝卖六百多 我就是因为觉得这机器完全不是这个价格 所以一直没做测评 最后就是霸王小时的Q36米米 这个比较便宜 我也测评过 当时买成338 现在淘宝降价了只二百六十五 配置和RG拉罗基本一样的 不过霸王小时加机器的做工 买过的人应该都清楚 而且拉罗有好料 做工不错 还是铝合金外壳 这花价修比Q36米米 贵三十英 真的没得黑 这个Funky的掌机 其实还有一个个人DIY的GPA版 价格挺便宜的 应该就是用的GPA国产壳 就是屏幕 卧槽 为什么要用320x20分辨率的 哎哟 这分辨率玩级别超难受的 中代说 RG拉罗就是一款小巧单手摸鱼神器 适合时不时拿手上盘一盘 专门玩游戏就别买这玩意了 RG上午XXX不香吗 这机器作为一款赛摸核桃还是不错的 并且基本上就是同类心理最好的 这竞争对手都是些啥玩意儿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青鲁道 一个党介绍者 关注我带了解更多电视阿基